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经理协调现场的整体的技术相关的问题 是外面热水罐的压力传感器吗 检查了吗 去拆下来 行 你们先把它拆下来看看 等会我在现场看一下是啥情况 其他的数据都还好吧 这些数据都还好 好 10月30,2022 100MW Advanced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Pilot Power Station 在江浙河 Hbei Province 是关系到国际核酸 这些工程可以准备42,000t的硬核 和109,000t的硬核 准备109,000t的硬核 空气储能技术是一种储能技术 确切地讲是一种储电技术 它是在用电低谷的时候 用电能驱动压缩机 将空气压缩至高压状态并存储起来 在用电高峰的时候 高压空气采放 驱动膨胀机 然后膨胀机再带动发电机旋转 产生电能 来实现电能的存储和利用 是这么一个储能技术 对于自然的转化 温度和空气温度的转化 能够不断 当这样的新的能力 在大约上的约上的约上 一约的能力 是最重要的 能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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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能力 雖然我们做了 从2009年开始设置这个行业 到18年之前 整个压缩空气处囊 应该属于一个能满奔的 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做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不觉得这个东西 说有啥枯燥 或者什么 就是相当于 乏味的这个 成分在里面 更多的是 我们觉得它总有一天 会爆发 The north of Hebei province boasts high quality wind and solar energy It boasts a 10 million kilowatt wind power base Under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plan 我觉得在张北的这个环境里面 过去政府对于这个新事物的接受的程度 会更快 两边的我们有技术 张北有这个需求 再加上地方政策有一个政策的支持 几方的这个一拍即活吧 是就从我们的论文专利 变成了实在在的生产力 这是科学院的这个收获 能够再通过未来产业化的推广 能够服务整个国民经济 变成实在的生产力 对于河北省来讲 对于张家口市来讲 它能够建成分光处一体化的示范工程 能够提高我们可再生能源的上网比例 提高我们整个项目的经济效益 As it said, wind in Zhangbei lights up Beijing In the future, the power supply from the northern Hebei region to Beijing will cover about 20% of the capital's annual consumption 巨人能源的公司的这个初衷 就是要发展多元化新能源 尤其是在风光处这一块 如果建立去这个亚洲空气处能 对我们的这个多元化发展更加完善 我们一年的预计是要发1.31度电 效益那个发电量是非常可观的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